终于行动了 美军大量增兵叙利亚 于深夜开展一秘密行动 为何说美军才是最大的恐怖组织头目 敬请关注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日表示 美军已向叙利亚东北部 新部署了步兵战车和雷达系统 宣称已确保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安全 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 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军在叙利亚东北部 已部署哨兵雷达系统 并增加美军机空中巡逻频次 以加强区域内的美军军力 不用说 美国费尽心思 驻兵在叙利亚绝对不是为了 确保国际联盟安全这么简单 今年8月 美国国防部公布一份报告显示 美军正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 培训一支油田卫兵警卫部队 并且希望培训两倍于此的代理人部队 使之达到2200人的兵力 报告还公开了一份协议 这份协议由一家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 三角星月能源有限公司和叙利亚库尔德人领袖签署 涉及出口库尔德人控制区的原油 叙利亚外交部则称 这份协议是非法的 意在偷窃叙利亚的石油 从这里 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明显感知到 美国大量驻兵叙利亚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在为其窃取叙利亚石油提供便利 事实上 美国自从非法派兵入住叙利亚以来 已经多次从叙利亚窃取石油 而这次增兵后 美国终于开始行动了 据叙利亚通讯社最新报道显示 美军深夜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秘密行动 30辆满载叙利亚石油的美国油灌车 于深夜从叙利亚越境前往伊拉克 据叙利亚媒体证实 这些石油是美国方面窃取的 并通过非法通道越境前往伊拉克 对此 叙利亚政府表示强烈谴责 称其是海盗行为 分析人士指出 此次窃油事件对于美国国家声音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不可否认 美国窃取石油可以为其国内争取到一定利益 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数据统计资料显示 美国每月从叙利亚石油窃取赚取3000多万美元的收益 但是这样的举动 对于一直标榜自己为世界领导大国的美国来说 无疑是极其讽刺的 再加上近段时间外交上的各种退群 散播恶意言论 军事上挑起地区争端等行径 都在力证着美国 开始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的一大隐患 总而言之 美国打着维护和平的旗号进军叙利亚 但事实却在告诉叙利亚人民 美军才是最大的恐怖组织头目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